最近網路爆出 有中國留學生從意大利回國避疫 反而感染了中共病毒 而隔離的酒店則是擅自銷毀了他的私人物品 斷送了他的留學之路 有眼間的網友發現 在此之前 他曾是中共的擁護者 一名留學意大利的中國學生 最近在網上講述他的遭遇 說他回國避疫 結果在上海隔離被感染中共肺炎 隔離酒店擅自銷毀了他的私人物品 包括護照 簽證 可以換取意大利居住證的拘留小條 9月份的研究生入學證件 儲存插畫的iPad 以及歐元現金等重要物資 沒有了回意大利的證件 這位留學生的留學之路戛然停止 有網友表示 如果在接下來的一年 國際局勢急轉直下 西方社會拒絕接受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那麼這個人的留學夢就真的被毀了 這位留學生在微博以網民殘痘發文詳述事件經過 文章說 他於3月17號到上海浦東機場 就帶著隨身行李到隔離酒店進行隔離 但23號早上他出現發燒症狀 24號被確診後 相關人員要他前往上海定店醫院 儲物手機和充電器外 其他東西都有酒店保管 4月3號他身體好轉後 聯繫酒店要拿回他私人物品時 對方直直烏烏 過了很久才告知行李被銷毀了 你們是把我所有的東西全部銷毀了 這件事情在這個年代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呀 而且裡面 而且你們都沒有打電話問過我 就是問一句不好聽的 你們會把我接觸的電視和床和馬桶會銷毀掉嗎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在海外幾乎天天可以看到 中共在疫情期間 以封門等罔顧人權的行為 試圖控制疫情擴散 這名留學生卻聽信中共謊言飛回中國 事後 有網友貼出 殘痘在香港反送中事件時的言論 發現它是一位擁戴黨國的小粉紅 事實上 受騙回國的海外留學生為數眾多 他們一下飛機就要自費隔離 有留學生抱怨衛生條件極差 甚至沒有飯吃 我們這些負責任的人被關在這邊 冒著被傳染的 不通知血 是不是什麼 你說這麼多人 都是很危險的情況 還要關在裡面 飯兩天沒吃了 叫也沒做那種費 雖然他跑到了國外 但是他的這個思想認識還全部停留在中共國 也就是說肉身翻了牆出去以後 只是身體在外面 但是整個的內在的精神還是在國內 跑出國的這些小紅粉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張建認為 中國留學生的家長們在讓孩子出國後 應該鼓勵孩子探索真相 脫離中共思想前置的枷鎖 但是最近在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說 一位大陸家長花26萬元人民幣買三張機票換一個機位 讓在洛杉磯讀大學的孩子回國 有網友嘲諷說 這一定是整天只看大陸媒體的主 是26萬人民幣 貴得瘋了 26萬人民幣一張機票 這個三張機票 但是必須要買三張 你不買三張它不賣給你 網路自由觀察人士古河認為 只有消滅中共 廢掉防火牆 中國民眾才能瞭解真相 獨立思考 才能徹底擺脫中共謊言的毒害